喂小林 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探讨经济问题 从一些新闻 通常我都是拿一点新闻出来 然后凑在一起 大家就分析分析 总结出一点投资经验 今天拿了一个什么例子 拿了一个华为的例子 以华为为例子我觉得挺好的 华为现在这个新闻在美国制裁下 华为遭到重击 经营受到抑制 销量下降 然后华为消费者业务CEO 于成东在微信朋友圈 发了个朋友圈 他说美国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 先后对华为四轮的制裁 华为已经被逼到绝境了 无法发货 所以在今年 华为的这个市场 基本上就是被其他手机厂商分 分了 就是美国非常阴险 非常狠毒 一轮比一轮的制裁很毒 现在市场主要是分给了 OPPO Vivo 小米 什么苹果 三星等等 就是这么个新闻 我看到这个新闻 我真的值得大家聊一聊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主要聊聊于成东 也是个蠢货 也是个垃圾 为什么我这样说 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你当初 你不能怪美国人的 要怪怪你自己 因为你当初爱国的标签 标签是你自己给自己贴上去的 很早 五年前已经有人说了 华为 你不要老把爱国贴在你标签上面 你借助爱国标签 你自己起飞了 插上爱个共产党的翅膀 共产党给你个翅膀 给你加持 然后你就飞起来了 恰恰 现在为什么制裁你 为什么OPPO Vivo也是中国的 小米也是中国的 为什么人家是稍微就好一点 你又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那就是你自己 过分依靠爱国标签 把自己弄起来了 现在爱国标签 恰恰就把你打下去了 其实你作为一个企业 你可以调整你的市场定位 对吧 你可以出来开个记者招待会 我跟中国政府划清界限 我华为跟中国政府一点屁关系 没有我们是个全体 员工持股的鞋 你可以这样的 没问题 是吧 如果中国政府不配合 你可以跟细胞子商量 是吧 我们必须这样 我们企业才能胜出 你可以划清界限 对不对 那你天天你 你又拥抱爱国这个概念 你又把这个绑定在 爱国这个概念里面 然后你现在怪谁呢 怪你自己决策有问题 你企业有个企业形象的 企业形象是你的公关 各种部门做的嘛 是不是啊 那所以就最终只能怪你自己决策有问题 是不是啊 就像大疆 大疆也是当然也被制裁 那大疆他三番四次很明白的 我们跟中国政府一点 屁关系没有 他明显这样说的 他懂得划清界限 他知道了 这个无人机 如果你不洗刷自己这个嫌疑 你是没法做它 所以你自己有点逼述嘛 对不对 你又想再予以熊讲 不可兼得 所以这个自己是个问题 然后啊 这个其实你三番四次 我第二个啊 我们能聊一聊我们的投资方面的一个心得 就是在华为过程当中啊 他三番四次 他是他是没有 没问题啊 制裁不罢啊 你看这华为两年前啊 这个捉梦晚舟 没事 可防可控啊 这个制裁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啊 我们还有什么海思芯片 我们还有什么麒麟芯片 哎呦 我都搞不懂啊 我们还有鸿蒙 哎呦 我不怕制裁 是不是啊 他他反复是这样宣传的吧 我不怕制裁啊 那你你现在怎么怎么一下子就又又不行了 又说不行了 又要养猪了 又要什么了啊 嘿 很有意思啊 所以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呢 我我自个的经验啊 当局者迷 我的一个经验啊 我跟跟有的网友 我是这么探讨的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很多时候你你在里面 这这事物的变化 它是一个过程 他不是说一下子就就大家都知道猛然发现 哦呦 原来房价又跌了 不是的 他是跌着跌着跌 完全跌完了 然后你看回去 哦原来房价跌了 明白 他是一天天变化的 这个东西 股市也是一样的 你看回十几年前 哦原来美国股市涨了十几年 这是个结果 但是你过程当中 你美国股市 你年年年都有人说他很大泡沫 哎呦好大泡沫 涨了十几年了老大 09年 涨到现在涨十几年了 你涨了三十年 各个都觉得你是要 他有调整 所以他过程当中是曲线变化上涨 或者曲线下降 下降的时候他也有反弹呢 像我上两天 我做了个视频 老乡别跑 是吧 他有时候他反弹 有时候他也放松一下 他细胞子有时候也踩踩刹车 对吧 但是你要把握大方向 人关键能不能把握大方向 是个问题 他哪怕他 比如现在楼市 我把他卖了之后 他还涨一点点 没关系 我觉得他大方向 风险大于收益 那我就不看他 我管他 还涨不涨 我根本不去探讨这个东西 就是你不肯赚进市场 每一个铜板 我们做投资 就是这个经验 华为也是一样的 你看这几年下来 过程当中 有时候打官司又赢了 美国又放松制裁了 过程当中是有很多波动的 但是你能不能掌握一个大方向 你看到今天为止 这个结果出来了 这个结果你看回去 原来华为的手机市场 这个份额真是没有了 完全没有 你现在才猛然醒悟过来 原来真是这样 是吧 这是一个就说到这个就是过程 当往往是当局者迷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是很迷惑的 你很难会有很清晰的预期 对这个未来 这就是所以就有的人亏钱 有的人赚钱 就这样 因为市场是很迷惑人的 再加上本来大外宣大内宣 本来涉及到中国经济问题 就更加的 华为天天 你如果刷中国微信的朋友圈 天天都沸腾 华为沸腾了 全国沸腾了 是吧 这个华为又突破 这个什么技术突破了 是吧 你看这个 你永远觉得还挺好 你要你看 你这个没用 你看CCTV来炒股票 你一辈子你不用卖了 中国股票都挺好 都挺好 一直都挺好 是吧 这个没有任何意义 这是第二方面 就是第一个方面 我们说到这个 这两个方面 第二个问题 就说了这个当局者迷 对于这个未来趋势 它是波动 怎么去把握 是我们的一个问题 然后第三个问题 我想聊一聊 就是我们投资 不要预设立场 当然很多五毛粉红 它主要是带着任务来洗地 在过程当中 也有人这么认为 预设个立场 他觉得自己特别理中客 像 像昨天 聊聊到一个 永辉超市 有个 我不知道是五毛粉红 还是什么鬼了 有个人能留言 说你不要这样 去分析永辉超市 永辉超市 立愿下降了 是下降了 但是他这里要 然后就 拿出很多专业名词 抛几个书包 然后你不要只看利润 你不要只看营收 你要看看 看这个 看大哥 要得出一个结论 其实永辉超市也不错 中国消费也没有衰退 其实这是个局部的现象 下个季度就好起来了 其实跟我刚才 关键是 你对大趋势怎么看 千万不要预设立场 立场去思考问题 包括我们自己 你不要预设一个立场 觉得中国经济肯定 很快崩盘 这个我从来 我也没有这样预设 我也说 中国经济不崩就不崩 不崩 我们可以做做中国人生意 还是 管他的崩 崩我有崩的做法 所以我们做起来 我们主要是顺势而为 孙老师这句话没错 顺势而为 就是你看着情况做 但是你预设一个立场 你就容易被套住 比如我当时 我举一个这样的例子 我说 比如你看着你老婆 跟一个男人上宾馆去了 是吧 你要怎么分析 你可以分析 你说我老婆没问题 我老婆跟男人没问题 他们上去刚好 可能上去搓麻将 上去喝茶 上去泡了个茶 找个地方做 没事 你可以这样去分析 然后 他们过了一个晚上才出来 过一个晚上 刚好 刚好 可能过夜就过夜 过夜不一定有事 你这样去分析 其实是 你就预设立场 去分析问题 你看到它衰退就衰退了 业绩下降就下降 你还要找一堆理由 那你就是强行 要这样去解释它 像华为 也有很多人去解释它 华为为什么养猪 有的人就说 它不养猪 它搞什么智能监控 或者说工业互联网 这个是一个新的领域 华为以前说不坐车 华为坚决不坐车 现在又坐车了 华为没坐车 华为是代工的 华为是叉叉叉叉叉 苹果也没做手机 你这么说 苹果也是 它也是代工的 苹果全部都代工的 苹果就是个新资产 它做的是设计 其实你就强行分析了 你看到今天为止 还有人说华为没问题 华为牛逼的很 华为 是吧 你这样去强行预设立场 去分析 这也是没有太大作用的 所以我分析了几个方面 一个是市场变化过程当中 它当局的迷 你说现在华为会不会死透 华为会不会倒闭 你可以去分析 是吧 这是没法分析清楚的 因为未来 未来东西无法预测的 它有不确定性的 然后再加上一个预设的立场 我们投资就乱套了 这是一个经验 然后我说到这里 我就再举一个例子了 再举一个例子 就再说一个新闻 我觉得也是挺考验 我类似的一个思维 也是关于疫情索赔的事情 你说它会怎么发展呢 疫情索赔的 你说它会怎么发展呢 比如现在我看到这个新闻 美国的两个共和党的州 仍然在积极推进 对中共的一个诉讼 要求中共对全球的中共病毒 疫情负责 并对其进行巨额的索赔 这有意思 这非常有意思 其中有一些 它是企业 它因为美国 它每个人都可以起诉的 包括是人 我因为肺炎受了损失 我可以告你 一个企业 我一个开餐饮店 我因为肺炎疫情 我亏钱 我公司倒闭了 一个美国人 然后我说 这个就是中国政府造成的 所以我们要告诉他 我要推上的索赔 也很有意思 这个就是美国的一个司法制度的一个优越性 你看他可以很多事情 他是完全不是说换个领导 他就可以解决的 所以中国好多外交的一个方向 他还是搞定领导 老是怎么想 他老是像杨洁篪 赵立坚 他们老是抛出来一句什么话 我们最高领导人 最高元首已经对过话了 你们下面的一些官员 你们要遵守我们最高元首的精神 什么拜登跟习近平 遵守 不是这样的 他下面的州 下面的法院 全独立的 他不是说你元首 你爱怎么说 怎么说去 像当时特朗普也想弄死的抖音 那没办法 他下面是独立的 下面就过不了 就过不了 没办法 这就是美国 这就是美国的一个司法独立 然后现在反过来 这个司法独立 你看现在 他持续的向中国政府进行索赔 你看一个是密西西比州 一个是密苏里州 现在已经向中国共产党的多个部委 还有武汉病毒所发出的船票 你到时候 他们肯定就不出席了 不出席到时候就该怎么判 怎么判 所以就是他可以持续的诉讼 这个东西可以困扰中共一辈子 所以你会怎么思考 对于这个问题 所以就对一个对于外国的制度 的理解 方方面面 反正通过两个事例 一个是华为 一个疫情追责 我们两个放在一起聊 然后聊到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 我们是怎么分析问题的 大家就一起来探讨 我说说我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追责他持续的做 现在美国还有人继续在追着清朝的债券 所以这个他中国始终 中共他始终合法性 方方面面他是受到质疑 到包括华为你看他始终他自己决策也不好 所以我是不看好的 对于中国经济 对于这个现在这个什么什么华为啊 这些我一律都是不看好 那聊 现在这个问题先聊到这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订阅分享 拜拜 拜拜